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 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以2878票赞成 一票反对六票弃权 一个人未禁制投票通过港版国安法决定草案 会议作出了关于简历拣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以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以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礼 制定港版国安法是否代表中央放弃一国两制呢 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实证 这是一贯 港版国安法包括七大纲领 外界较为关注的部分 包括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 防范 制止 惩治任何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行为和活动 还有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 并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实施 经全国人大审议之后 表决稿在这句增加了和活动3个字 这段条文也加了和活动3个字 内容要求香港应该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行政 立法和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 有效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 江领又表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需要 在香港建立机构依法履行相关职责 并明确规定特首定期向中央提交报告 和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这一句就将原稿里面推广两个字删走了 东网记者岑指浩贝道